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第二个问题先回答很简单 经期如何减肥或者经期如何运动 请你给我的在我的微博给我私信 生理期运动五个字就会收到我的自动回复 是米花花写的一篇健身信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也许是网上对于生理期运动最详细的一个解释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 运动会不会使腿粗这个问题 我想花两三分钟详细解释一下 简单的回答是可粗可以不粗 关键是看你的饮食 但是在你担心之前 首先讲一下这个变粗呢 多数是针对以前没有运动基础的人 刚开始运动肌肉 冲血 水肿 是可能增粗一点点 不会增粗很多 那具体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腿的解剖结构 当然大腿当中有骨头 这里阴影的部分代表的是肌肉 然后旁边呢这个是脂肪 所以这是大腿的结构 而一开始没有运动的人呢 特别是刚刚开始运动 比较剧烈的运动 那么肌肉会冲血 水肿 稍微增粗一点点 这个时候把脂肪往外挤 会觉得大腿很紧 大腿好像变粗了 但这只是一开始的现象 如果你坚持运动 特别是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如果要减脂的话 要饮食控制 热量的摄入小于消耗 那么这个坚持 两三个星期 三四个星期之后的结果呢 就是肌肉虽然有一点点充血水肿 但是这个时候 外面的脂肪开始慢慢消耗了 开始减脂了 那么慢慢慢慢就会变成这样的结果 肌肉可能不变 甚至粗一点点 但是外面的脂肪变薄了 体质变薄了 这个时候整体的大腿看起来 还是变细了 OK 所以再重复一遍 大腿变粗 可能对运动 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人 是一开始的现象 是一过性的 是肌肉充血水肿所致 会慢慢消失 不要放弃 继续运动 把外面包裹在肌肉外面的脂肪消耗掉 慢慢慢慢 大腿就会变细 线条变得好看 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特别是女生朋友呢 有同样的疑惑 我希望这两张图能够帮你解决这个疑惑 好的 谢谢你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